下面我们来进行优化设计的实例 然后是我们采用 我们使用我们这次的优化设计实例为连杆6Sigma的一个优化设计 我们需要首先来进行定义一下单位 然后我们来导入模型 我们来选择 双击model来打开mechanica 打开mechanica之后 然后来进行网格的划分 选择match 然后是点击右键 或者是直接选择match来更改一下属性 网格划分完成之后来进行来施加固定约束 我们来首先来指定固定面为上端圆孔的一个上顶面 然后来施加一个载荷约束 载荷约束的一个例为向下数字向下的例 然后是大小为一万牛 看一下它的方向 如果是不对的话 我们需要进行修改 然后是载荷约束完成之后 我们来设置一下求解 首先是求解的结果 需要是总的一个应变 总的一个应力 应变总应力 还有是我们用力工具的一个求解 需要就是都要选择 然后甚至来继续 我们看一下 我们将参数 然后设置为一个 我们将参数进行设置 然后是来添加 添加一个应力工具的求解 然后其中的一个safety fixture 然后是它的result的 minimum前面 加上方框 将它作为一个参数的一个输出 现在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来就可以点击slow进行模型的求解 然后是模型求解之后 我们可以查看一下 最小的一个安全的因子 我们看一下 它跟那个六Sigma 来用六Sigma来分析它 现在我们返回到核心的界面 可以看到界面是跟以前的界面不一样 它会多出来一个参数的一个输出 下面我们来双击六Sigma参数分析 现在用六Sigma来进行 对我们的结果的数据进行一个分析 首先打开我们的六Sigma一个分析的界面 然后我们展开工具栏中 让我们找到 在我们的Properties of Outland里 然后是找到参数 来进行修改 在这里我们的是将 将Standard的Division 将这个参数更改为0.8 我们找到StandardDivision 就是现在我们的2.5的这个点 将它更改为0.8 我们可以看一下 修改完之后 它的一个正台分布 形式就会发生变化 采用同样的方式 来更改另外的两个参数 把他们的标准差都更改为0.8 现在 然后更改完成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是更新一下 更新一下 可能是需要点时间 然后更新完之后 我们是返回到 我们查看 查看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返回到 OccorBundity界面 看一下 现在是正在更新 然后是在我们的 我鼠标的位置的C 这显像之后 可以看一下 它计算的一个进度 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 现在完成之后 我们返回到 OccorBundity界面 进入到 然后是 返回到界面之后 我们来双击Response Surface SSA 就是这个里面 我们来进入到 那个Response 进入到响应面的一个模块 看一下 现在是进入到响应面模块之后 我们首先来设置一下 响应面的类型 我们先进入到响应面之后 现在进行修改 可以双击来进行修改 来更新一下 然后更新完 想一面之后 我们来查看一下图形的模式 可以看一下 可以二位显示 或者是三位显示 我们来都要来看一下 看一下是三位显示的一个图形 还可以看一下 猪状图和是局部的灵敏图 下面我们来输入是样本的6c gamma设计中样本数 将它更改为一万 越多的话 我们计算越精确 但是可能是速度可能要慢一些 然后我们来进行更新 来查看一下结果 可以查看一下 是柱状图和是累计分布函数的一个信息的一个核 我们将我们看到这是我们所有得到的一个6c gamma的一个计算结果 我们在最后一点钟 我们来新建的6 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得到的一个结果 得到的是可能性 大约是57%